订阅和点赞 记得按一下哦 朋友们 大家好 幸运江一的江一哦 今天呢 这张 拿神奇宝贝抓娃娃机玩具来一起玩哦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Go Go 这张箱子里面有 神奇宝贝抓娃娃机本体一个 还有可爱的 神奇宝贝三只在里面 皮卡丘 喷火龙 小猫咪 还有十个游戏币 最后呢 哒哒 使用说明书也在里面哦 朋友们 江一呢 除了这三只神奇宝贝以外 还带来了更多的神奇宝贝 给大家介绍一下 哒哒 朋友们快看看 江一准备了很多不同的神奇宝贝 现在就给大家一个一个看一下 面蛙种子 还有 哦 六尾 九尾 朋友们 知道它叫什么吗 江一有点记不清楚了 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江一哦 好 下一个是 小火龙 还有 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动幻 还有 托格德马尔 还有皮卡丘 杰尼龟 朋友们 杰尼龟是不是非常可爱 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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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喷火龙 朋友们 喷火龙是 小恐龙进化成火恐龙 然后最终进化成为 我们所知道的 烹火龙的哦 好 接下来是小妈咪 最后一个 还有暴飞龙 咱咱 这样一来 江一一共准备了十一个不同的神奇宝贝呢 好 那么江一来 拿这个神奇宝贝抓娃娃机来挑战一下有趣的抓娃娃游戏吧 GoGo 朋友们 江一突然感觉有点饿了 所以呢 看来 咱夹 江一偷偷拿来了基尼的零食冰箱哦 听说这里面有非常好吃的饼干和零食哦 那么一起来打开 屈人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吧 朋友们看到吗 哦 这是什么 稍等一下 朋友们 先来放到旁边 哦 江一 我早就猜到了 想要我的零食冰箱的话 就给我抓四只神奇宝贝过来 做不到你懂的 今天好像早就意料到我会偷了 可是我好想吃啊 哇 好那么江一为了吃上零食 用这十个游戏币来 只要成功抓到四只宝贝不就可以了吗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把开关打开 噔噔噔噔噔 哦 好先抓哪一只神奇宝贝呢朋友们 第一轮开始挑战一下吧 投入游戏币 出发 江一呢 本来就很会玩抓娃娃游戏的 小菜一碟 抓住 两只 同时抓住两只 真可惜 没关系还有很多机会呢 还剩下九个游戏币 只要抓到四只宝贝就可以了 朋友们就四只 投入游戏币 江一呢 要抓喷火龙 因为大的比小的更容易加到的 所以先从喷火龙开始挑战一下吧 压 抓住 喷火龙 噢噢 噢 噢 我朋友们 比想象到要难得多啊 啊 将一之前玩面包超然抓娃娃机的时候 玩的挺不错的呀 还剩下八个 还剩很多呢 好 下一轮挑战 来 按住 按钮 喷火龙 你是我的 确定好位置 下降 好 这次应该能抓到吧 朋友们为江姨加油吧 好样的 朋友们看到了吧 喷火龙 抓到 好 喷火龙 朋友们喷火龙可能有点 什么呀 这是怎么回事呢朋友们 明明抓到了 明明是抓到了 又重新弹上来了 怎么办 这实在太可惜了 朋友们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难道还要白白浪费一个游戏币 没关系 反正你就抓到了 投入 压压 好啦 不会是又要抬起来吧 朋友们 欧枝怎么回事 真是万幸 好 这样一来 江姨成功 获得了第一个宝贝 喷火龙 快出来 喷火龙 已经被抓到了 站 朋友们 这样江姨把喷火龙 拿到了手上 好 江姨呢 在四只当中 扎到了一只喷火龙 好 还剩三只呢 因为一期 你让我一定要抓到四只 好 继续 开始 好 这次要来皮卡丘 挑战一下皮卡丘吧 下降 江姨这次 可以同时抓住两只就好了 是不可能的 啊 好可惜啊 好 继续挑战一下下轮游戏 投入 好 还是重新挑战一下皮卡丘吧 再往前面一点 好了 能同时抓到两只该多好啊 用力夹住 打到了 呦呼 朋友们看到了吗 皮卡丘要来到江姨的身边啦 好 这样一来 江姨呢 这次又获得了一只皮卡丘 好 喷火龙和皮卡丘 这样还需要抓两只 现在还剩四个游戏币 其中成功抓到两只就可以了 江姨这次应该会成功吧 朋友们 投入 要抓妙娃种子或者结尼龟 这次推到最里面 最里面 好 确定 正好位置 好了 抓住 同时抓住两只 NO 啊 朋友们 要同时抓两只 将一个人认为 应该是不可能的 投入 啊 这个离出国有点近 应该比较容易些吧 来 加住 用力加住 抓到了 呼 这样一来 六尾眼 成功 获得 好 将一手上剩下的游戏币是两个 在这个当中 在这个当中需要抓到的宝贝是 一个 要是不抓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就不是抓娃娃能手了 好 传说中的神奇宝贝 梦幻挑战一下吧 投入 开始 好 梦幻加住 传说中的神奇宝贝超而来 啊 朋友们将一失败了 哦 这可怎么办 朋友们 剩下的游戏比 只有一个 需要抓到的也是一个 好 这次如果再失败的话 就吃不了基地冰箱里的零食了 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好 开始挑战一下 投入 现在呢 重要的不是想要的宝贝 而是要选一个能够抓到的宝贝 小火龙 小火龙看起来比较容易呢 朋友们 好了 出发 小火龙一定要抓到 抓到了 朋友们看到了吗 小火龙在宫中飞翔呢 抓到了尾巴 成功抓到了 哦 放下来 抓抓 小火龙 小火龙 抓 好 第一个被抓到的 喷火龙 第二个 皮卡丘 第三个 六尾 最后还有 小火龙 这样总共获得四季 成功 哦 哇 咱咱 朋友们 江一成功拿到了吉尼的零食冰箱了 哇 好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呢 先吃哪一个好呢 朋友们看这边的话 还有哆啦A梦软糖 是果冻吗 哦 这里还有 皮卡丘饼干呢 皮卡丘饼干 那么江一来拿 从来没有吃过的 哆啦A梦果冻和 这边这个 皮卡丘饼干 来尝一下看看吧 好 剩下的零食 江一先放起来 以后再慢慢吃哦 好 先把冰箱放到一边 好 皮卡丘饼干和 哆啦A梦果冻 江一来品尝一下吧 首先 来吃这个果冻 吃果冻 嗯 果然跟想象中的一样 是芒果果冻哦 一股浓浓的芒果味道 嗯 朋友们 夏天吃芒果会特别好吃哦 把它冻着吃的话 会更好吃的 好 这样呢 软糖也吃完了 阿芒 芒果果冻 芒果果冻也吃完了 接下来 じゃじゃ 皮卡丘饼干 快看皮卡丘笑的特别的灿烂 好 继续来品尝一下吧 哦 朋友们 这个长得像不像 旺旺鲜辈饼干 好 来吃一个看看 嗯 朋友们 这个饼干就是 玉米饼干哦 口感跟旺旺鲜辈差不多 不过玉米味道更浓 嗯 真的好好吃啊 朋友们也吃一口 今天呢 江一拿神奇宝贝抓娃娃鸡玩具玩玩 朋友们怎么样玩得开心吗 那么江一下次会带更有趣的视频回来哦 朋友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朋友们 江一是不是很会玩抓娃游戏呢 江一下次会拿更多的神奇宝贝来哦 今天没有抓到的宝贝们 对不起 下次再见